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去联保叶泽的路上 这边有一块草地 这块草地我都没法去形容 给你们看一下啊 什么叫做风景乱套啦 我的天哪 这里风景乱套啦 滑海 一眼望不到边的滑海 那边都是紫色的花 这边都是这样的花 太漂亮了 一眼望不到边的滑海 太舒服了这里 皮皮呢 皮皮已经淹没在滑海里边了 皮皮 皮皮 皮皮哪儿去了 我这一大片全都水 皮皮又洗澡了 但凡是有水的地方 皮皮肯定要洗个澡 球球你给我过来 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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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进去了 哎呦 你拦赶瑟 你担心被水冲走啊 这么小的小 Mono 小小 小小 好 我们等一下去那片 这片都是紫色的花 但是有条河挡着了 我们要绕过去 这里是一大片的紫色花 超级漂亮 皮皮 皮皮在前面探路 一大片 超级完美 都是这样的花 满山遍野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很多人到川西 或者是甘南旅游的时候 都是怀揣着别人的攻略 或者看到别人在哪里 拍了好看的视频 就直崩目的地而去 特别是花海 因为这个季节的花海 是特别漂亮的 因为你来的时候呢 你已经抱着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高的期待值 当你到达景区以后 你会发现人山人海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其实我的个人建议呢 如果你来川西 或者是甘南旅游 一定要去留意路边的美景 因为风景一直是在路上的 如果你在开车的途中 你看到路边有一片花海 又非常好停车的地方 那么我建议啊 一定要去感受大自然的这份恩赐 因为风景就在路上 而不是在你的目的地 小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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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蜂蜂�蜂�蜂��蜂����� 我们家皮皮呢 他就是一个大宝宝 撒娇 他只要看我抱着求求 他就嫉妒 羡慕嫉妒恨 然后跑我怀里撒娇 皮皮 给你个好玩的 把它解回来 一二三 在草原上浪了半天 求求现在已经彻底跑不动了 他已经太累了 这个已经超出他的体力极限了 现在都保着 把它抱着 我们也回去了 这边海拔三千多 说实话还挺累的 回去咯 回去了 哎呀咬我